如何一秒钟改写出一篇电影解说文案 这期视频咱们上点硬菜 给想做电影解说博主的朋友分享一款文案神器 蜜塔写作猫 这是我写的一篇电影解说视频文案 给大家看一下它对应的解说视频 一群来寻宝的士兵在湖边休息 这是一个全身相见金银珠宝的女妖 从水面缓缓冒出来 是奈飞新出的爱死亡和机器人第三季 最近在国内很火 每个喜欢看电影解说视频的应该都刷到过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一秒钟改写上面这篇电影解说文案 第一步打开蜜塔写作猫网站 第二步导入文案 第三步选择强力改写 等待大约一秒钟 这篇文案就改写完了 如果没有对比 大家可能没有感觉 我们把改写完的文案 也用机器配音做成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对比下视频开头改写前的解说视频 一群来寻宝的士兵在湖边休息 这是一个全身相见金银珠宝的女妖 从水面缓缓冒出来 再看一下改写完的文案对应的解说视频 一对来寻找宝贝的战士 在湖畔斜角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浑身上下都是金色宝石的女魔 从水中慢慢浮了上来 再换个声音 一对来寻找宝贝的战士 在湖畔斜角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浑身上下都是金色宝石的女魔 从水中慢慢浮了上来 是不是感觉这类电影解说视频很熟悉 也就是说 我刚才用一秒钟就改写出了一篇 原创电影解说文案 都看懂我要表达什么了吧 蜜塔写作猫的这个文案改写功能 能给文案创作提升这么大效率 就我视频前面演示的这个功能来说 称得上是电影解说博主的财富密码了吧 可能很多人也已经想到了 蜜塔写作猫除了可以一件改写整篇电影解说文案 也可以只改写一段 一句文案 功能是完全免费的 所以知道如何白嫖这款软件了吧 理论上来说 用它可以改写任何文章或文案 学生毕业论文 自媒体公众化文章 打工人文书 报告 作家的小说文章 全部场景我没法在这一一穷尽 只要你工作和生活中有需要写文案的地方 它就肯定能派上用场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拿手边的文案去试试 顺便说一句 我也用它来帮我给视频文案纠错 纠正文案中的错别字 标点符号等等 相当于我的免费文案编辑和校正 但软件比人可效率太多了 一秒钟就能完成纠错 校正全部工作 好了 本期这款万能文案改写神器就分享完了 希望它能给有文案工作需求的朋友再去帮助 也希望能帮忙给视频点个赞 并分享给你身边需要写文案的朋友 特别是想做影视解说博主的朋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秀软件贵在实用